看恒指,跌255點,有回水跡象 國企指數也跌,跌133點 總成交金額不太多的配合下,都做到跌市 哪一隻股份搞到跌市,又看回約廣告 就是他了 企鵝仔騰訊 騰訊要跌 跌超級多,未至於 也有5元跌幅 近來騰訊很明顯不是行注目禮的股份 有些朋友早一兩個星期一直追騰訊 或者覺得越跌越溝通 很明顯很多股票分析員,以致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到了這個位置 你說升不穿技術分析線 你說跌,跌穿500才跟我說 他就永遠在這個區間裡想上下下,玩來玩去 對的,如果你是牛熊的喜愛者 或者衍生工具的喜愛者 其實這幾個%的波幅絕對夠你玩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玩正股的 近來就可以閉眼,不要做部署 其實現在的操作是簡單的 如果你喜歡玩騰訊的話 總之跌穿500元就買東西 升穿520元就走了他 這個操作相對是幾明顯 還有可以做得到的 這樣吧 媽 他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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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